男性病患小碧 2021年1月3日撤出新冠病毒阳性 因自身一人在美国读大学 突如其来的结果使小碧非常紧张 随即联系远在大陆的家中父母 母亲紧急之下 想起曾经参加过一次原始点课程 立刻去网上查找 希望在儿子上学的附近 有原始点中心能得到帮助 1月8日上午 亚特兰大原始点中心 接到小碧打来的求助电话 与小碧及其父母做了详细交流后 志工决定驱车出城去小碧所在的大学 给他带去原始点处理新冠肺炎所需要的物资和方法 姜麻姜粉姜片 暖暖贴喷比器 头巾等 电话中得知患者自己有电热台 1月8日晚 用原始点方法调理前患者的症状 每天低烧 白天体温36.8到38摄氏度 晚上体温38到39.5摄氏度 每天晚上因新冠肺炎导致口渴 起夜喝水并上厕所七八次 每天半有轻度干咳 身体感觉累 白天12小时需卧床休息 患者是去年年底开始感觉不适的 从12月31日到1月8日晚 使用原始点处理之前 患者置身用药 如下面右图所示 每天使用降烧药帮助降烧 但每天还是同样症状反复 没有好转 1月8日晚 使用原始点方法调理 姜丸 饭后口腹10粒姜丸 姜片 用50克密卤有机干姜片 煮水两个半小时后喝一碗 暖贴 用两片暖暖贴 贴在颈后侧和喉咙处 前胸处用一贴 在此提醒大家 暖贴请不要直接贴在皮肤上 以免烫伤 电热毯 床上一直打着电热毯 使患者睡觉时一直保持温敷身体 姜粉 如果咳嗽 喉咙不舒服或发痒 即可随时用装好姜粉的喷鼻器 来喷口腔喉咙附近和鼻腔 避免任何含量食物 晚上睡觉出汗后 准备一条毛巾放在床边 醒来时一定要先擦干汗 以免汗水被身体再吸入 睡前 患者体温39.1摄氏度 患者自行吃了降烧药 1月9日早8点半患者情况跟踪 昨晚睡得不错 因口渴起来喝水及上厕所次数明显减少 只起来两次 晚上睡觉出了不少汗 起夜时用毛巾擦干再起来 没有感觉发烧 目前体温37.6摄氏度 没有明显咳嗽 跟平时正常身体相比 有点累 1月9日调整原始点处理方法 姜丸 因患者头一天晚上吃10粒姜丸 没有感觉到胃部不舒服 所以我们决定加大姜丸的量 三餐后口服姜丸 每次20粒 姜片 每天用50克密卤有机干姜片 煮水盒 代替其他任何饮料或水 姜粉 同样如果有要咳的感觉或喉咙有不适感 用姜粉喷口腔喉咙附近或喷鼻 电热毯 晚上睡觉继续用电热毯热敷 当天上午10点20 患者自行服用了降烧药 原始点自工得知后 与患者交流 不建议患者继续服用任何西药 患者之后再没有服用过任何西药 1月9日晚10点半 患者情况跟踪 患者上午体温在37.6到37.8摄氏度 乘逐渐下降趋势 下午体温在36.8到35摄氏度之间 曾逐渐下降趋势 趋势平稳 身体还是有些累 但无其他不适感 1月10日早 8点半 患者情况跟踪 晚上睡得很好 只起夜喝水上厕所一次 口干进一步转好 体温在35.4摄氏度左右 无呼吸困难 正常呼吸时不咳嗽 只是深呼吸时略有咳嗽 体力也感觉变得更好 1月10日及后续原始点调理方法 姜麻、姜片、姜粉、电热毯 避免任何含粮食物等调理方法 与9日相同 适量运动 志工告诉患者自己在家 做适量运动 以帮助身体快速修复 1月11日早 8点半 患者情况跟踪 昨晚睡得很好 没有起夜喝水或上厕所 体温在35.7摄氏度 不咳嗽 只是深呼吸时略有药壳的感觉 体力进一步好转 夜里也不像前几天出那么多汗了 1月19日早8点半患者情况跟踪 晚上睡觉已恢复正常 体温还是在35.2到36度之间 深呼吸时不再有要可塑的感觉 身体还是在恢复阶段 体力进一步好转 不感觉累了 2月2日早8点半患者情况跟踪 患者已完全恢复正常 体温体力都已经恢复到患病前的状态 患者本人及其父母 对脏医师和原始点的大爱感激不尽 下面是患者母亲及患者本人 对用原始点方法调理前后的心得分享 大家好 我分享一下就是我儿子在美国的话呢 不小心感染到习惯 当时的话也稍微没有办法去住院 因为在美国的话太多的 就是这个医疗是不能满足的嘛 然后我就抱一丝希望 因为在国内也了解到原始点 然后就在公众号那里面查到了 原始点在亚特兰大的一个联系方式 然后我就联系上了那个刘老师 我没想到的是刘老师就是第一时间的话呢 就答应给我把那个原始点的一些疗法 去带到给我儿子 那通过原始点的这些疗法 几天就这个基本上那个烧就退下来了 然后身体就恢复了 说实话我也没想到效果会那么好 因为大家都知道这个新冠是没有特效药的 那能够用原始点这个最 最好就是用环保的治疗方法 就能那么快的解决 我觉得我们真的是太幸运了 感谢刘老师感谢我们的张医师感谢原始点 原始点太好太棒了 你好 其实我是在去年12月30号就开始发烧这些 然后我是在1月2号或3号就就确认出我是得新冠阳性 于是呢我吃了退烧药包括泰诺布洛芬这种也喝了很多水 那一个多星期我是晚上都口干起来都要喝水 又上厕所什么的 然后后来就是看到原始点以后就就经过这原始点的这种调理啊 这些比如喝姜水就是用就是睡第二台的 然后就后来呢就用原始点的这种方法调理了两天 然后体温就降了就降到了正常的数值啊就于是呢就一直就用了一个星期 然后然后现在就已经恢复了健康了 谢谢 调理心得 原始点方法简单快速有效 患者积极配合非常重要 积极配合 疗效显著 信心增强 早日康复 调理两天患者就有食指性好转 调理一周内患者就返回正常学业活动 调理三周患者完全康复 调理三周患者不 depend 先响 有始点 调理三周患者不bird 旁边三周患者不过 性 相 虚